第二十届脊髓损伤者全国运动大会在屏东县仁爱国小举行 这场运动会有400位来自各县市的选手参加 比照大型运动会规格进行运动员进场宣示的流程 还安排拉拉队与轮椅族一同演出开幕表演 炒热运动会气氛 屏东县长潘蒙安初欢迎选手们来到屏东 也体验轮椅定点投篮与脊髓损伤伤友进行趣味竞赛 连头好几球都没进直呼真的很不容易 手感越来越好 够重于成功进球赢得众人掌声 炒热运动员也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极健 首次坐在轮椅上参与运动的他对选手们相当敬佩 也鼓励民众为脊髓损伤者加油打气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各县市 四百位轮椅组来到这个地方 从事六大个人的竞赛 三个团体赛 然后还有十几项的趣味信赛 去北开生命 而且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市民 来对这些生命的斗势 不服输坚持不妥协 勇敢向生命挑战的脊椅损伤者 他们各项竞赛上给他们的鼓励 加油打气 比赛项目包括个人轮椅球类田径赛 还有团体轮椅竞速地板滚球等项目 同时也安排趣味竞赛 有吹剑 趣味酒公格 飞镖 定点投篮 飞盘直准等包罗万象游戏 脊髓损伤伤伤友们透过运动会出锻炼身体 也拓展人际关系 那这一个活动我想可以让更多来自全国的身心障碍 尤其脊髓损伤如你的身障朋友 可以同时间今天来到屏东市 那大家做一些运动的交流 还有一些感情上的交流 很棒 因为我们本身脊髓损伤受伤后 就没有什么运动啊什么 但是也是每次的那个运动大会 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活动啊 甚至一些交流的经验在 以前都没有不曾参加过这个三铁的项目 有这个机会我就不要放弃 可以锻炼我们身体啊 手背的力量 许多脊髓损伤者因为行动不便不喜欢出门 如有运动兴趣就能走入社区增进社会互动 在这场运动会上 选手们努力展现平时训练成果 也让社会大众看到 脊髓损伤伤伤友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评论新闻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